国防主席丹斯里慕尤丁 在关上和西蒙的合作大门之际 向前首相敦马所创立的国土斗士党伸出橄榄枝 表明如果对方态度认真 双方就有可能合作征战大选 敦马今天对此不置可否 但是他强调四分五裂的在野阵营 必定在来届大选吃下败仗 借此呼吁各在野党考虑忘掉过去的仇恨 携手出战 这番谈话似乎在暗示土团和斗士党有合作可能 敦马哈迪也上届大选为例 土团党和行动党在许多课题上保持不同看法 但为了打败更糟糕的敌人 双方选择合作 同仇离开 谈到大选的排兵布阵时 敦马则透露 国土行动阵线的候选人完整名单还没拍板定案 针对弗洛交易国会选区可能上演多角战 敦马处置泰然 还大方欢迎任何人加入战委 包括安华的前政治秘书拿督一战 他补充 部罗交易选区多年以来都是武统的囊中物 直到上级大选才出现变化 来到第15届全国大选 武统在当地还有没有影响力 大家拭目以待 在这边有养的选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